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安 来到7月23日星期二 欢迎收睇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博威环球整选金融手值分析师聂振邦 聂Sir为大家分析市况界的打投资问题 早安 聂Sir 是 早安 Irene 昨晚美股反复做好 市场似乎对拜登退选没有强烈反应 而人行出招減息後,恒指夜期再升到76點 待會問聶sir如何看最新的市況 大家有什麼股票研難的話 歡迎WhatsApp留言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節目留言區留言 說你的名字和省民的股票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現 美國總統拜登放棄競逐連任 並且力挺副總統賀錦麗代表民主黨出選 民主黨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多名民主黨參議員亦相繼表態支持 金融市場反映冷靜 仍然是聚焦今個星期會公佈的業績和經濟數據 美國星期一反覆向好 重磅科技股反彈 道指乘升185點 之後一度倒跌 收市升127點 到40415點 標指升大約1% 到5564點 納指升近1.6% 到18007點 追蹤小型股價 挪數2000反彈 1.6% 歐洲股市亦是全線向好 美國10年期債息先跌後升 回升到4.205厘的流上 美匯指數變得不大 日元曾經升0.7% 金價先升後回 曾經跌0.7% 焦點美股方面 科技股連跌幾日後反彈 特斯拉和Google母企Alphabet 星期二收市後將會公佈規矩 特斯拉股價升大約5% Alphabet升超過2% Meta也升大約2% NVIDIA 彈升4.8% 微軟也會升超過1% 引發全球大使機的 Crowstrike 股價再插碎1.3% 馬騰訊和網易 給本港收市升0.8% 至0.9% 騰訊截宣布376.26% 而京東和百度升0.7% 美團升0.6% 衛鋒控股ADR給本港收市升1% 截宣布67.87% 友邦升0.3% 而股神再沽比亞迪 比亞迪比港股收市升0.2% 今早還外為市況 美股期貨偏遠 賭資期貨40667點 跌26點 納納期貨也是回軟 亞泰區股市方面 大致靠穩 其中日本股市升0.6% 日經平均指數39,839點 升240點 南韓股市升幅近1% 澳洲市升0.6% 新西蘭市升0.7% 看看恒指黑期 预示港股 待會初段有機會是靠穩 黑期升50多點 先和聶Sir談談外圍市況 美股普遍都向好 投資者好像有趁低買大型科技股 資金又繼續流向小型股 可以看到拜登宣布退選後 第一天 金融市場大致都是 鬆容應對 投資者關注的就是 接下來大型企業放榜 最快就是今晚 星期二 美股收市之後 Tesla Google 以及 星期四 星期五 都有些重點的經濟數據 包括通脹數據 有分析說 接受拜登出選的賀錦麗 很大程度都會延續拜登政府的方向 選情未必好像外界想的 有這麼大的巨大的變化 但是始終距離大選 還有不夠四個月 民主黨現在林鄭換帳 其實都好像多了一些不確定因素 你自己怎麼看 是不是投資者都不會那麼快調以輕心呢 美股會不會接下來的走勢 是相對反覆 而某次之前都是反覆破頂的 其實市場去看的時候 八月傳統來說 美股的交投都比較稍為熱情一點 亦都開始有些大項提醒大家 未來美股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其實都有一些投資者 就開始做一個減遲或者沽貨的部署 所以都令到近日美股的表現 都會比較反覆一點 另外雖然拜登說退選 但是暫時來說都仍然是執政的 如果大家有印象 上個星期 美國亦都呼籲一些盟友 再向中國的芯片有一個施壓的狀況 所以令到一眾的 美國的半導體股 其實有一個衝擊 其實之前科技股一直升的時候 最主要都是靠Lamphidia一直帶著 現在似乎缺乏了方向 另外微軟也有少許的事故 雖然是因為另一間公司的軟件 受過影響 產生這個情況 但是明而軟的股價 亦都有一個受壓 再加上Irene也說到 接下來科技股 陸續公佈業績 上星期Netflix公佈了 第二季業績不錯 但是說到第三季的收入 其實有一個方緩的壓力 即時事後的股壓表現 也有些反應 所以我想暫時的股網氣氛 相對比較濃厚一些 你說有一個很大的股壓 暫時來說 也未必會的 至於民主黨 現在是一個變陣的狀況 似乎對民主黨的形勢上比較好 因為事實上拜登之前 跟特朗普的辯論 表現大家都相當不滿意 未來九月又再會有辯論 如果真是賀錦麗 確認了對民主黨出戰的時候 我想市場都會期待 到底當時的辯論 會不會有新的火花 我想之前 一些特朗普概念股 關於Bitcoin那邊的時候 可能短期來說 又會有一些波動 所以對應美股 可能大家在防守性方面 需要考慮多一點 剛才聽聶Sir這樣說 是不是科技股 近期的回調壓力 都未完全消化了 即使昨晚好像有些資金油 即是回到部分 Tesla、NVIDIA等 但如果真的想買貨 都不要太心急 事實上都會是 因為高成就明顯 開了口 叫投資者 不要那麼快 來搏鬧底 他都說得很籠統 不只是科技股 不要搏鬧底 相對上 就是一種其他的 所有整體的美股 都有這個狀況 所以暫時去看的時候 科技股有機會 還有一個 售額的狀況 上星期五 納指看到低位的時候 曾經落到17,700附近的位置 現在大概到18,000點左右 可能都有個心理準備 有機會都是一個橫行方面的格局 主要寶福區間 可以預算 17,700到18,300 幾百點上落的狀況 如果星期五公佈 在PCE的數據上 看到通脹 繼續有一個回落的跡象 可能會繼續衷景 美國減息 可能對科技股 稍微有些體震 這個星期可能 比較不明朗 下星期的走勢 又會好一點 明白 今個星期公佈的數據都很關鍵 轉看港股上日表現 然後就問聶Sir怎麼看港股的部署 昨天看到人行連環出招放水 恆指由早段 原本都比較反覆一點 下午後升幅逐漸明朗 美市曾經升至276點 恆指收穫17,635點 升至218點 成交額934億 科子升大約2% 跑逆恆指 騰訊和美團升超過2%至3% 阿里升1% 小米在新品發佈會之後 蛋糕4% 葵程升5% 最強勢籃籌股 雖然銀行減息 四大內銀股仍然靠穩 建行和農行升超過1% 北水盤路 北水全日錄得36.9億的淨流入 連續第三個交易日淨流入 馬國股方面 牙茲金看到主力是買刑副基金 全日錄得12億9千萬的淨流入 騰訊給資超過10億 而南方恆生科指 ETIF給資2億8千萬 淨流出方面 美團走資3億2千萬 小米走資8千萬 馬吉祥聯聶sir聊天的港股 看到銀行由早上開始一路 連環出招 包括先後下調了逆回購利率 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 和常備遮貸便利利率 SLF 這個主要都是利率方面下調了 其實是出乎市場預料的 因為之前大家都一直吹 或者預期會減息 但是沒有想過突然間是這個市點 怎麼看提早減息 想釋放一個怎樣的信號 是否偏向利好 還有對港股來說 昨天真的升上來 但是成交又不是很活躍 對於市況又有多大的刺激呢? 對於市場報價利率 都會有多大的刺激呢? 對於市場報價利率